本期话题 男保怀孕特征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我们国家呢 就是不推 不建议 就是不允许在怀孕早期呢 进行男女的性别鉴定 而且男女的性别鉴定呢 通常是在 怀孕 18周或20周以上 通过B超来检测 而且国家呢 严厉不允许 鉴别胚胎的男性和女性 所以呢 对于我们一般的女性来说 只要是怀孕了 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怀男和怀女呢都一样 怀男和怀女 就是早孕期间的这个症状呢 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会在这个怀孕的早期 有妊娠反应 比如额心呕吐 厌食胸胀 下腹坠尿瓶等等 这些症状呢 无论是怀男和怀女 都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这个症状呢 来鉴别男性和女性胚胎 至于说腹刑啊 等等 这些呢 也是不靠谱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这个症状呢 你们可以在这个症状呢 知道自己的症状呢 就是这个症状呢 但是真的 станов义quency 那是很大家 维持着这个症状 维持着这个症状呢 而不是还十分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是恁人的 那是二症状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